回到蓝宣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四我们的阅读单元 在今天的话呢 一样的是阅读趋势阅读网路 那我们今天一样 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他是卢玉伟 他是台湾数位媒体应用剂 行销协会的秘书长 到我们的现场 一样带他的是 在第一现场当中 这个数位趋势这个领域的一个老朋友 那先介绍玉伟 玉伟长 大家好 今天玉伟带来的朋友呢 很跨界很劲爆 我一开始听说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点点冒冷汗 我想说舞蹈 谁是街舞 街舞跟霹雳舞 然后跟数位结合 跟数位结合 好跟数位结合 大家比较可以理解 但是我想我们以前走的这种 都比较是那种 比较文青feel 跟数位结合好 读书啊教育啊 什么这科技啊 跟舞蹈 所以你是去学舞啊 没有我没有学舞 我只是那时候刚好 这个在看到他们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蛮有趣 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 他们是把学跳舞这件事情 跟数位科技结合 那我想我们在之前的节目 也聊过很多次 其实疫情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新的 炫上学习这件事情 越来越被接受 这是一点 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在的年轻人 我们也提到 上次也提到 就他们现在很习惯平台生活 就什么事情 可以在网路上面 完成就完成 然后第三个 我自己也看到 我们自己的小孩 他们这个世代 对跳舞这件事情 有非常高度的兴趣 然后刚好我又看到 有个朋友他很好笑 他女儿小学一年级 然后就很很会学 寒团的跳舞 他有一天就跟他女儿说 你也喜欢寒团跳舞 那你要不要去那个舞蹈教室 里面女老师还不错 就他女儿就淡淡跟他说 爸 那个他们的舞 我已经在YouTube上面 已经都学会了 OK 所以一直就根本不用去 所谓的舞蹈教室 舞蹈教室是一个LKK的事情就是了 对我觉得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讲 他们学习这件事情的面向很广泛 他当然也可以去教室 但是他自己的时间 他也会很善用这些数位工具 所以我今天带来那个朋友 我觉得他们就刚好结合了上述几点 这个受到疫情影响 去思考线上的可能性 然后呢 再来是这个怎么样去 把他们的这个事情数位化 数位化 然后再来是怎么样去跟现在的年轻人的 这个需求结合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团队 对我在过去我们比较少看到 在这边的这样一个跨界结合 真的很变啊 所以呢我昨天还特别上了他们这个 download他们的app去看看啊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是这个app的创办人啊 叫Swap里面的创办人叫做陈柏军 哈喽柏军老师早 嘿大家好 大家早 真的是个横如隔山 他是老师 他是街舞的老师对不对 是的 那你得过世界的第三名 世界比赛第三名 我得过一个很大的比赛叫BOTY的世界第三 很厉害那你跳什么 我跳霹雳舞跳breaking OK啊 我觉得他们里面好多数有什么breaking什么locking什么 我刚才问lifefit是什么 一大堆东西还说电臀舞 这个都很厉害 好那另外一位的话呢 是这个协助swap 这个进行一些比较像是行销啦 商业啦等等的模式嘛 对不对 对外发言 他是曹凯敏 哈喽早 哈喽主持人 各位听众早安 嗯OK好 这个领域真的是我昨天研究了一下 我发现了越研究觉得越厉害 尤其是你们把这个街舞跟批率舞 把它放进一个app里面 然后呢就是在网路上面教学 那一般人会觉得说 在网路上面教学的话 也就是一段舞嘛 其实在网路上常常看到 youtube里面常常有这种东西 就是一段舞嘛 对跟大家就觉得 啊影片网路上很多 可是他们真的就不是只有影片 对对对 他们那个真的具有一些 特别去设计的为了教学所用 所以你可以看正面 你可以看背面 你可以快转 你可以慢转 然后呢 还可以有镜面 对不对 左边右边 这是因为学舞的需要 真的是有经过设计 所以要先问一下博君 就是你怎么会想到要去设计那么一个app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做酷的事 就我们不只是一个舞蹈工作室 我们这个舞团HRC成立了21年了嘛 已经21年了 21年了对我自己也跳20几年的那其实我们一直在持续在很做酷的事那把舞蹈教学从线下变成线上一直是我们想做的一件事但是其实门槛很高很高我们有稍微研究过那因为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舞蹈教室大概我们大概有一两个月是有小小的紧张一下就受到这个冲击那我大概不敢来就是了对对对对对对大概有一两个月那我们就在想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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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在想到这个 我们是不是要做线上认真来做线上教学那我们就就研究了这件这件事情 等于是疫情push你们一把就是了 等于人就在想但是一直没有那么积极反正也都混得过去嘛 因为很难对对对对对可以这么说啦但就是说因为门槛很高所以你要真的下定决心来做这件事情是非常需要一个很大一个push的一个一个力量 对对所以就是这样的呃因缘聚会下组了这样的一个swap的团队 一也是idswap是是一个舞步的名字吗 还是就純粹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好记忆的名字 他有特别的意思吗 swap是我们街舞霹雳舞里面的一个动作 他是用手支撑然后脚户再 转圈圈那一种对对对对对我们俗称叫做跳转 跳转没有但它很难 要有老師教啦 對要有老師教 其實跳街舞跳P舞真的不危險 因為我前幾天溜滑板摔倒 我們就說我們當時要請這個伯舊老師 這樣示範一些 他昨天帶小孩去溜滑板摔倒了 所以其實真的 所以你身手那麼矯健 你還是會摔啊 對 而且我不只跳街舞 還有在打格鬥打MMA 所以真的不要跟我講說這些很危險 因為我溜滑板摔倒不能走路 所以你的危險是相對性的啦 相對性 相對於格鬥來說跳街舞不危險 然後舞蹈相對於我們是危險的 是格鬥跟街舞相對於溜滑板 我覺得溜滑板比較危險 真的嗎 真的嗎 我真的覺得溜滑板好危險 他溜滑板不是在平地溜喔 他是在一個 你再講一次 你說在一個像游泳池 挖弓 挖弓 就是游泳池裡面有那種像滑道那樣子的方式 對對對 OK好不好 但這些運動都很不錯啦 沒有任何貶低的意思 坦白講我沒有 我覺得我好嚮往喔 我都覺得你們好厲害喔 所以我昨天在看你們的APP 你們覺得 哇塞你們每個老師都好厲害 口才都好好啊 謝謝謝謝謝謝 真的是很厲害 我剛剛講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哪裡去了 Swap什麼意思 跳轉 跳轉 然後還有 因為現在 Social Media很盛行嘛 那 英文 他裡面常會叫你 Swap 就是王佐華 王佐華 對 就移動的意思嘛 Swap 那所以我們就會覺得他非常適合放在這個 一個 運動藝術結合科技的新創APP裡面 所以我們才會幫他取名做 Swap Swap OK好 那這個凱美在裡面扮演什麼角色呢 就是剛剛講到說門檻很高 你有幫忙去克服這個門檻嗎 了解 那其實我 有榮幸可以加入到這個團隊當中 其實我負責的比較偏向是 早期的產品管理 然後再下來是一些營運 然後後期的話 會做一些行銷上面的一些運營 那 我覺得門檻高 當然有它的難處之所在 就是 你要如何讓這一些用戶們了解到說 欸 我原本在線下舞蹈教室 是可以體驗的這些感受 他到線上一樣是可以把它搬上去的 我們舉例來說好了 像剛才藍軒有分享到的 欸 我可以在那個畫面當中 可以去調整我的速度 對 甚至是老師的口語 仍然是非常清楚的 讓你表達 就像是 你在家裡面也可以學習舞蹈的樣子 我可以特別分享一個小小的東西 或許藍軒可能有用過 就是在這個Swap的APP當中 你可以就是上下去移動你的螢幕 你可以同時看到自己跟老師的畫面 待會兒給你分享看看 就是 一般我們在 比如說剛才 Erica有分享到說 欸 我可以在YouTube上面學習 甚至我可以在抖音上面 這都是年輕世代很常使用的這些社群平台 欸 我在上面看到一個韓團 我想要學習他的舞蹈 可是老實說 單向的學習這件事情 它並不是非常非常好的體驗 對啊 我們經常是坐在電腦 或者是手機前面 欸 我就很單向接收我要學習的內容嘛 但是我能不能 就可以同時看到自己跟老師的跳舞的一些動作 甚至還可以得到自己的回饋 我看到這個報道講 我是我把我的樣子跟老師的疊在一起對不對 沒有錯沒有錯 然後就發現說 欸 原來他的他的腳 該伸的角度跟我伸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就知道我很訊了 大概就這個意思對不對 是的沒有錯 我簡單給你看一下畫面 就是比如說 像目前看到是老師的畫面對不對 但如果說我像手指往下滑 有沒有看到自己的畫 不用做出來了 有 欸 我在錄音室這個面對麥克風的畫面 那我跟老師疊在一起完全不搭啊 沒有錯 但是當然如果說你有一個距離 OK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動作 但如果說我可以看自己動作多一點點 看自己的動作少一點點 然後或者是一半一半 你就可以同時看到自己跟老師的畫面 所以當我跟老師做動作的時候 我真的可以根據他的動作去調整我的姿勢嗎 對不對 如果我只單純看到老師的畫面的時候 其實我並不知道我自己的動作跟老師的動作 差異在什麼地方 對對對 因為現在看年輕人 他們大概都是自己手機擺在那邊錄起來 錄完之後可能再去事後檢討 對對對 錄自己的 然後去看看跟老師弄得像不像 但是你這個是即時性的 real time的直接 疊影在一起就是了 就對我們來說 真正的門檻 就是在這些地方 你這個畫面 我昨天就在看這個 他在教我們做那個 那個叫什麼東西 對 對 就是一副有電流經歸的身體 絕對那個動作就是了 那這老師教你的時候怎麼甩 很多初學者 包括我自己也是 其實我跟柏金有個很大不一樣的是 包括這個團隊也是 就是大家都是一些自己的專長 然後參與這個團隊 然後把自己的專長發揮到極致 像我自己也就不會跳舞 所以你也沒有起心動念說 跟他們在一起 看他們這麼有活力 也跟著跳一跳 但我就可以說是 用一個完全不會跳舞的人 來分享我自己的觀點 我當然是當成是藉口 就是我不想學跳舞 不過這其實是一個 很有趣的觀察 就是說 就是每個人 我相信 包含今天的聽眾 包含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都很想要學習跳舞 曾經都想要學習 可是我們都會 都覺得自己自己障礙 很害怕進跳舞教室 對不對 或者是 其實我在 在舞蹈教室旁邊觀察 都會發現 有一些人他很想跳舞 可是他很怕進到舞蹈教室 為什麼 因為他會覺得自己不夠好 沒有自信 覺得不好才去 去舞蹈教室學跳舞啊 但是當你知道舞蹈教室 前面沒錯 會怕出去 我們會覺得 同班的同學 怎麼跳這麼好看 我們都跳這麼粗 如果別人都很好 如果一樣爛的話 我覺得就很安心有沒有 對 然後特地當時我們就說 進入社會了 好像有一點點臉面的時候 覺得哇 小朋友 國高中生在前面 然後 自己好像很稠 然後萬一 如果說又不是比較 老師幫你排在前面的時候 你真的不敢進舞蹈教室 有時候 我看到舞蹈老師 就是這些夥伴們進去 大概一兩天之後 或者上個一兩次 其實就會離開了 但是 我們就思考說 有沒有什麼方式 就是他可以在家裡面 嗯 先練一練之後 然後有點信心了 然後再到舞蹈教室去 對 他的體驗其實會更好 因為他在家裡面 先學技術動作 然後再到現場 其實他那個感受 那個體驗是得到更多更多的 其實像我們跟這個葉秉承教授有聊到 他其實他們設計那麼多的線上課程 有些就是讓學生在家裡面 自己先去做點功課 然後來到現場之後的話 跟老師的是更多的互動 跟討論有關於人生的方向 所以舞蹈也是 你可以在家先把這個技巧 基本的練一練 之後的話呢 再去學整個的feel 跟整個那種強大的氣場 可能也是另外一種方法吧 我們休學 再回來繼續聊 好 回到藍巡時間 繼續回現場邀請到盧玉瑋 還有Swap的創辦人陳柏鈞 還有曹凯銘來聊天 我們聊到的是 這個街舞跟霹靂 我們剛才在聊到 街舞跟霹靂 在我們那個年代 有點不務正業的感覺 或者說就是一個閒暇的娛樂 甚至這個閒暇的娛樂 就常常怕你是撞壞頭摔斷腿 然後就跟壞孩子 容易學壞的地方 一起拍孩子才會這樣子 但是轉眼之間 這個街舞跟霹靂舞 我覺得已經不只是 我們剛剛講到了說 這個佛君去參加過世界的比賽 拿到第三名 我們講到說 身邊的這個年輕人 朋友的小孩 我都覺得高中參加什麼熱舞社的 然後大學考進台大了以後 天天不在課堂上面 都去社團裡面跳舞的 而且他們很多常常會自己發表 這個成果發表會 而且還很多學校一起聯合 那我三不五時 如果去師大附近 每天晚上 就一大堆人在那邊跳街舞 跳霹靂舞 捷運 是新北那邊 他們還開了一區專門 就是讓這些年輕學生 有地方練舞 專區 你這樣講 中正金人堂那邊也是 就是底下都是一大堆人在那邊跳 那你以為想說 這是一個學校裡面的社團而已 但是不是 因為柏君他們現在正在講 我們剛才聊到 2024年呢 這個全世界奧運已經把這個霹靂舞列為項目了 所以我們很可能可以組隊參加 哇你就覺得說 這個街舞跟霹靂舞突然間大翻身 然後你說還有戲對不對 學校裡面有街舞系喔 現在其實很多高中或者是大學 都有這樣的表演藝術的科系 那裡面就是有街舞組 其實你上學很多時間 那有國標舞組嗎 有芭蕾舞組嗎 芭蕾舞組就是舞蹈系啊 芭蕾舞一直都有 這是傳統的 國標舞舞我不知道 舞蹈系就是專講芭蕾舞是這個意思啊 比較傳統的那種民族啊 或者現代啊芭蕾舞 他們是比較學院派系的 所以舞蹈系舞蹈組之外 另外就有一個街舞組就是了 像我自己是在台北市立大學 現在叫運動藝術學系的街舞組畢業的 那我那個時候 真的是你街舞組畢業的喔 對對對 那其實他的前身就是台北市立體育學院 台北市立體育學院是非常有名的體育學校 台北市立體育學院的動態藝術學系 街舞組我那時候畢業都是這樣 後來改名稱台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學系 真的好專業欸 裡面很多很多街舞的好手 都是從這個學校畢業出來的 那我要問一個很白癡的問題 那街舞跟霹靂舞有什麼不一樣 霹靂舞是街舞裡面的第一個舞蹈 霹靂舞就是Breaking 就是一直是B-boy跟B-girl 那Hip-hop嘛 嘻哈文化嘛 嘻哈文化裡面有四元素嘛 有饒舌 然後有DJ 然後有塗鴉 那第四個元素就是霹靂舞 就是街舞 所以 你這樣講好有意思喔 霹靂舞 所以在整個文化裡面的第一個街舞元素就是霹靂舞 所以等於是有音樂有影像有藝術呈現然後有舞蹈 它是一個複合性的藝術 嘻哈文化是一個複合性的藝術沒有錯 酷欸 我們剛才在講說那現在K-pop呢 他就說K-pop其實是擷取了一些街舞的元素 可能再變成舞蹈 他們說那個專業術語叫MV舞蹈 K-pop在一些舞蹈教室裡面 課程名稱會叫做MV舞 那也有人會把K-pop這一個舞蹈 這個課程就叫K-pop 因為他已經製成一種韓國的流行文化 但其實裡面很多都是街舞的元素 其實很多支流就是了 街舞裡面涵蓋很多東西 從最早期的霹靂舞到剛剛講到的這個流行文化裡面的這個K-pop都是 其實沒錯 就是您說的街舞它是一個混合各家舞蹈 它又混合了現代舞 然後混合了巴西戰舞 混合了非洲的元素 混合了俄羅斯舞 混合了功夫 然後理想各種東西變成街舞 那街舞它再衍生出來可以變成各種文化的舞蹈 真的齁 那現在年輕人為什麼那麼喜歡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玩 就是說為什麼現在年輕人會那麼喜歡嘻哈文化 一定是嘻哈文化裡面 或是街舞裡面有什麼東西是年輕人在別的地方找不到的 或是它認為是一個什麼樣的 智慧表現的舞台嗎 還是這種情緒上的宣洩 還是一個反正多的不得了的經歷 沒有地方發洩 所以在這個地方去呐喊 是什麼 我覺得很有意思耶 其實一方面呢 嘻哈文化它本身就是一個宣洩 就是表現對於社會的不公不滿 在那個年代 是嘛 對不對 一開始有點抗議 而且早期舞其實是 就是少數族裔比較多 不是嗎 黑人的舞 以前的印象是這個樣子 就是它是一些非洲後裔啊 然後或者是拉丁美洲 有點像是社會邊緣人 沒錯 它是貧民窟發展出來的舞 但是現在 那所以就像您說 它是一個宣洩情緒 然後表達我的自由 就是你跳這個舞蹈 你可以感受到很自由 那當然我們從表面來看 就是帥又酷 就是各種東西 你看到一幅很酷的塗鴉 哇 怎麼噴這麼酷啊 它的表現就是很帥很酷 而且有點叛逆 我覺得年輕人就是有點叛逆 就是這樣 那我自己會因為喜歡這東西 也是當初覺得很帥 可是當年你那個時候 還沒有什麼街舞組 你才後來再回去唸 那你很年輕的時候 跳這個 有沒有被當作是一個怪胎 或是一個壞小孩 我開始跳的時候是LA boys 但是那個時候 模仿LA boys 學校老師會說 你說你是異類 或你是怪胎 你是標新利益 那甚至就被我爸打之類的 那個年代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的年代可能離戒嚴 大概就是幾年的時間 所以 你有年紀那麼大喔 我40啦 我要40啦 要40啦 界限好像198多吧 對不對 那很久啦 我們理解也時間比較近啦 但是我跳1993 1994 所以其實不遠啦 大家還是對跳舞 跳舞就是一個型態 而且跳舞要當飯吃真的有點難 從來沒想過 那你現在等於是跳舞當飯吃啊 從來沒想過 那你有想過有這麼好的局面嗎 所有的人 所有的年輕人幾乎都在跳街舞耶 現在幾乎是這個樣子啊 從來沒想過 不是講全部 對真的很多對不對 對真的很多 真的很慌 包括您剛剛在節目上提到的葉秉承 葉教授 他也在學街舞 真的喔 對 很多人都在學街舞 所以你的舞蹈教室裡面 大部分是什麼樣的人啊 嗯 應該說什麼樣的人都有 而且我最後知道的時候 我也很壓抑 就是 這些人都在我們這邊學街舞 對 什麼樣的人都會有 真的嗎 OK好 所以呢 他去設計個APP的必要性就更強了 順便要回到我們的主題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好 回到藍軒學金繼續在現場 邀請到盧玉瑋 還有SWAP的創辦人陳伯鈞 還有呢 曹凱銘來聊天 所以我們剛剛聊到街舞文化 基本上已經不太像是青少年的次文化而已了 他現在已經變成一個流行文化 那加上現在的話呢 剛好又面臨高齡化的社會 大家都在講健身 那有些人不愛做重訓呢 你不覺得嗎 有些人就喜歡跳舞 像我覺得我朋友 他就是不喜歡做那種 因為他就很重複 然後又不希望 雞就變成這樣的女生 那邊硬邦邦 對也就很無聊 剛剛玉瑋說 就因為喜歡跳舞 跳舞比較柔和一點 比較 而且那一起學舞的感覺 好像也比較好 有伴對不對 這個跟別人分享你的成果 因為你練重訓 就是不容易讓別人看到你的這種 就拿個啞鈴來舉給大家看 對 因為我覺得像青少年 他們很喜歡 就是剛剛博君講的 因為帥 可以吸引曝光 所以尤其現在社群的這個發達 跳舞這件事情 你跳的如果還不錯 那個注目度或那個是很高的 你這樣講我沒這樣講 有道理耶 就是說你學半天 如果說我們只是自己為了健康 但如果說你有點想要去秀的話 你要秀什麼啊 你就不能沒事秀這個引體向上 因為50公斤的啞鈴跟80公斤 可能拿起來也是差不多 對不對 但是如果會跳個舞 就很不一樣 對 就是那個整個人的那個氣場是不一樣的 而且 我覺得身材 對 我覺得那種感覺上那個曲體 不只是說雕塑出曲線 就是說舉手投足的那個感覺 好像會跳舞的人就比較不一樣 是不是這樣子 對 因為我朋友小孩在跳 我們就發現 譬如說他的這個走路就會比較挺 就會有一個姿勢 因為他們可能就 你這樣講我們所有人都變得比較 做得比較挺挺起來 真的是 對然後你的體力或是什麼 就是整個的那個體態真的會不太一樣 我真的看來我很想學耶 我覺得很酷 所以代表酷並不是年輕人的專利 年輕大的人也會想要很酷 好所以我們就講到這個APP 所以你這樣起心動念之後 你花了很多功夫去找這些人來幫你設計APP嗎 博君 很難嗎 我的意思是說 湊成這個團隊嗎 你的意思是湊成這個團隊 或者說設計出我們剛剛講 剛才凱米不是還秀了一個 你還可以這個影像疊在一起 就是說你怎麼去想像需要哪些功能 那現在的影片裡面缺少哪些功能 那這些功能怎麼樣子 是不是可以達到教學效果 這對你們是怎麼發想的 你們這個是全世界是copy別人的嗎 這個是我們的我們現在在申請專利 對不對是你們獨有的 是我們獨有的 所以你們怎麼想到用這些 那其實我覺得創業都是維艱的 創業都是很難的 那尤其是新創 那我其實從創立舞蹈教室 就是21年 就我們在做的事情都是沒有前人在做的 所以自己要去摸這個流程 這個SOP 那包含現在這個新創這個APP 也是沒有人做過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只能盡量去學 盡量去找這樣的一個團隊 那其實我覺得很幸運的是 我們的工程師的頭 就是剛好是我的小舅子 那他本身是在一期出來的工程師 那所以他就幫我找了開明 然後再幫我找了很多工程師的團隊 那加上其實您說像這些功能啊 或是我們的內容啊 其實我自己啊是一個 整天埋頭在練習裡面的一個執行長 不務這院的執行長 就練習五部的執行長 所以其實這個點影功能我沒有參與任何的發想 那我看到的時候他已經出來了 你很幸福 但是我認為一個公司一個好的執行長 或者好的 leader 創辦人 本來就應該讓 放手讓他們去做 對 讓會做的人去做 那所以其實我在很多內容上面 我是就是不會去參與去插手 我很放心讓開明啊 還有讓我的團隊他們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你只負責說我想要能夠怎麼樣 那你做到了我看看 不符合我的需求 是這個意思 我最會做的就是大家需要我的時候 我就會來做 就是沒有人要做的時候 我就會去想辦法 那如果他們都很會做 你就不出現就是了 我就不會出現 那很好 我在想說是不是因為 這是一個教學軟體 所以就像開明剛剛講 因為他自己不會 所以他會去設想說 如果我一個不會的人 要上課怎麼樣 我覺得有道理 可能是這個 我自己猜想是這樣 我也蠻好奇說實際舞蹈教室 跟在APP上面的學習 到底有什麼差別 對 而且顯然 凱米是跟這個伯君的小舊子 有共同的財運設計 所以你們怎麼討論出來的 這些功能 其實我簡單講述一下 我們之間的為什麼認識這件事 因為我之前也在一期直播裡面 曾經也是一個團隊的成員 然後後來我們這位夥伴Ellen 這位工程師就邀請我 不過我想要回到今天 我們討論到 如果我們只是單純把線下的 誤導教室的東西搬到線上 其實他不能說是一個數位轉型 其實回歸到數位轉型這件事情 我們當然被的殷勤去推促 我們直接所看到的是 我們先了解我們的用戶 真正要的是什麼 那或者是我們問我們自己 為什麼過去這段時間 很多人想要做線上 但是無法成功 我們從用戶的真正需要被解決的問題 去著手 所以我們發現 為什麼線上沒辦法做好 是因為剛剛提到的 可能即時互動性不足 或者是老師在教學的時候 只是把它線上那一套東西 直接搬到YouTube上面 可是那不是一個最好的學習方案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就花了相對多的時間 舉例來說 剛才的電影功能 我能不能直接看到自己 跟老師之間的差異 這個是在線下誤導教室 你可以想都不用想 一定會有的東西 可是線上 我們是不是被現在一些 單純的語言學習或程式學習 這樣子的一個線上 學習平台所局限出了 而我覺得這個APP 想要跳脫的正是 我們對於過往線上 學習的一些思考 但是感覺上 一定都是要有一些想要練舞 然後發現 看著YouTube影片 發現未盡其功 就是覺得好像都燒不到養醋的感覺 那是誰負責提出這些需求 是你嗎 算是我們了解用戶的想法 我覺得HRC或者Swipe 這樣的一個結合 它有個強項是 我們既不是一個 純舞蹈教師出來做這個APP 也不是一個純工程師的團隊 直接去跳入這個產業 而是兩方的結合 所以我們對於舞蹈學習者的需求 是有更深的理解的 舉例來說 當時我們在對內做了 大概一兩千份的問卷 然後一個一個去做訪談 然後我們大概訪談了一兩百人 所以那也是你們的舞蹈教室裡面的人 學員沒有錯 然後我們真的去了解他們 對於線上學習的期待是什麼 然後才闡出了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雖然說伯君剛才客氣了說 他其實沒有投入在這裡面 我覺得其實並不是我們任何一個想法 而是我們去聆聽我們市場用戶 真實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把它創造出來 那有打算再去開發什麼別的功能嗎 那我們這邊也提一下 就是學舞之後 下一步會是什麼 比方說我們真的OK 在線上我學了一個很漂亮的舞步 那我當然不是只想學舞而已 我可以自拍放進去秀對不對 你說是我們下一個功能嗎 酷就是這個樣子 比如說錄影 我很快的把自己學習到的東西錄影下來 然後很快 比如說是一鍵就直接分享在我們的社群平台 比如說Facebook Instagram 真的是TikTok這些年輕人所喜歡的社群上面 那他就可以展現自己 因為其實學習舞蹈 回歸到最原始的需求 可能是要展現自己 想要去把他的自信美感展現出來 那我們能不能做到這件事情 就會是我們下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這個真的其實還蠻好玩的 不過要是我不太敢 基本上我們只要這個默默的自己練一練 自己欣賞就好了 我們休休再回來 好回到藍軒時間繼續回到現場 邀請到了盧玉瑋 還有Swap這個APP的創辦人 這個陳柏軍還有曹凱敏聊天 我們在聊的是 在台灣算是很大的一個 而且很具有指標性的一個街舞的舞蹈教室 他試圖的在這個疫情的push底下 這個求生存 所以因此把線下搬到了線上 然後進行一些虛擬的教學 但這個教學的APP其實看起來真的很好玩 我們剛剛就聊到很多 其實包括街舞 它形成一種很特殊的流行文化 還包括了它可能反映出來的是 某種可能吶喊的抗議的 本來是邊緣但現在成為主流的 一種很特殊的過程 我覺得現代很好玩 現在其實所有的少數 其實都可能未來成為多數 所有的非主流其實都很是主流 現在的人很流行非主流 這樣講有沒有有點矛盾跟調味 現在主流就是非主流 但是事實上是這個樣子 而且現在很流行小眾 你越小越專精 你越可能成為大家未來追逐的大眾 所以街舞某個程度來說 就已經是中間一個 你提到這樣的一個現象 不得不去講到的一個最明顯的代表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的有關街舞 在台灣它也開始呈現一個很特殊的蓬勃的狀況 就是說我們可能文化內涵不會那麼複雜 但是我覺得很好的就是說 也有一群人很認真地在推動 因為這個我覺得是很好的一個感染力的問題 就是我們在講軟實力 比如說K-pop 他就透過舞蹈 你看讓這個全亞洲甚至是到美國 大家就重新去理解了韓國的文化 其實我對台灣其實可能在這種方面 能量其實也還蠻大的 所以也許透過這樣的一個重新的一個數位的一個 不管說他的能力或什麼 他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在這個地方 有一些其他的軟輸出的機會 真的真的 因為我們的流星文化 我們在我們的流星音樂裡面 其實一直表現還不錯 我們在過去有一段時間 電影裡面其實表現也很不錯 但是我們在舞蹈部分好像一直比較缺對不對 所以但是問題是柏君一開始也說 就是我們有可能可以去進軍奧運 所以我問你們可能也 其實南韓他們自己是創造出一個K-pop 我們可不可以創造一個 你會編舞吧 會 你要不要編一個什麼舞之類的 我靠你了 對啊 因為我看這個APP裡面 你們老師都很厲害 帥的帥美的美 口才都很棒 我就剛剛一開始說 真的就很會表達 什麼什麼囂張再教那個Locking的就很酷 一個亨利老師 再教那個什麼Live Fit的那個也很棒 那個電臀舞那個也很厲害 之類的 我的意思說 是不是 其實台灣的街舞在事件有一定的位置 那台灣的藝術家或者街舞老師 其實都還蠻厲害的 那需要的就是一個Push的力量 把大家推出去 那就像就像您剛剛說的 這些人很多嗎 他們這些老師很多嗎 街舞老師這麼多啊 街舞老師很多 那我自己就因為街舞的關係 去70幾個國家表演啊 首課啊 所以其實台灣在街舞的軟實力 是相當不錯的 所以我不然我不會跟您說 我覺得2024的巴黎奧運 台灣絕對是有機會的 因為在2018 阿根廷布宜諾斯埃利斯的青年奧運 史上第一次 12個國家裡面 就有一個是台灣人 就是我們台灣的選手 12國家就是入選為 可以去參加這個青年奧運的選手 只有12個 只有12個國家 男生只有12個 其中一個就是台灣人的 誰啊 是你認識的還是你 是我的朋友的學生 他叫簡嘉誠 那他會有表現的怎麼樣 當時第一天表現有點緊張 但第二天表現很好 所以他都要怎麼比賽 我都說是有那種自選曲 不是不是 第五的比法大部分都是用尬舞的方式 音樂都是即興的 都是DJ隨機放的音樂 尬舞的音響就馬上 電影的畫面就浮現出來了 是像這樣子嗎 有點類似 就兩個團樣的相互尬就是了 對 那就battle的方式 你們好多專業名詞都聽不懂 就是其實因為街舞裡面太多種舞種 那每一種舞蹈風格的比賽方式都不太一樣 OK好 那你剛講的像K-pop 就是南韓為什麼他們在這方面 其實我們剛剛玉瑋也講到 其實街舞啦 我自己是一種軟實力 現代化很現代化的軟實力 那為什麼南韓可以做這麼好 還是因為他的電視文化跟國家的知識有關嗎 其實你說K-pop 其實你看南韓 我覺得K-pop不是只有 街舞在裡面真的只是他 運用了街舞去創造了K-pop 但是其實南韓 就是韓國他們 整體他們的娛樂產業就是很厲害 所以整個環境整個生態 你看Netflix打開 大家每天追多少韓劇 他的韓劇是 他的韓劇是 所以他整個娛樂產業就是真的是 OK好吧 所以南韓眼中科他的街舞成分其實很小 而且街舞票的也不怎麼樣 是這個意思嗎 就我們並沒有比他差 沒有沒有沒有 韓國的街舞也很厲害 韓國也是很厲害的國家 但是我可以說 就是他的整個街舞的環境 不一定還會比不一定比台灣好 嗯嗯嗯嗯這樣子 所以你這樣講 其實說台灣的街舞在國際上面的表現其實還不錯 實際上你星期也拿過世界大賽的比賽 第三 剛剛講到說 上次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也有別的選手去 所以你們好像接下來打算去什麼東南亞推廣 是不是我看過一個什麼報導 是的沒錯 所以為什麼想要去東南亞推廣 因為其實很多 應該是說假設我們現在的台灣老師 那很多東南亞的這些街舞愛好者 他們都會看台灣的這些老師 看台灣的 對很多 甚至他們每年都會花一個經費 然後來台灣來進修來學習 哇塞你們的街舞圈是這個樣子的齁 街舞圈其實它就是一個地球村的概念 那 所以交流的很頻繁 非常非常頻繁 那是靠什麼不斷的比賽跟觀摩跟 不斷的比賽觀摩 那還有就是這些所謂的現在這些網路很發達這些 Social Media 就隨時隨地都會跟全世界在交流 我的英文就是這樣練出來的 你這樣講搞不好很多那個父母親 就很願意讓孩子學街舞了 現在已經很多了 對對我還可以加練英文啊有沒有 那所以你說東南亞部分 所以就是他們對於台灣的街舞文化其實也蠻嚮往 是的沒錯 我覺得數位的好處就是他有機會 就是讓你接觸更多的學生 我們以前在談線上學習這個議題 所以才能在講 我們為什麼實體的 可能他就是只能影響50個學生 可是他在數位他可能影響的是5萬個學生 那個影響力是不一樣的 真的真的 好那所以凱美你最後 既然你負責的是這種公關行銷 未來你需要怎麼推 對你來說可能不只是一個APP 也不只是一個舞蹈教室而已嘛對不對 我們希望這個APP不僅是一個APP 沒有錯我們希望它是一個文化 甚至是一個流行的輸出 剛才所提到的我們希望不僅是在台灣 而是做整個亞洲的市場 比方說我們有些台灣的老師 他不僅是只有在雙北教課 他可以拓集到中南部的地區 甚至有一天我可以把台灣的老師放在這個平台上 他面對的可能是數百萬 或數以千萬計的東南亞的學生 那對我來說其實就是一個文化上的輸出 而對我整體來說的 也可以讓台灣整體的文化 比如說街舞的文化啦 或是這個產業 它可以更加的蓬勃發展 當我們這個環境好了 我們才有機會 真的能夠協助到奧運的選手 他們真的去登上那些比賽殿堂的時候 他們才有那樣子的資源 才會有那樣子的背景 他們可以展現自己 我覺得這個畫面這個好期待 就是我們那種街舞的高手 然後去參加奧運 奧運有這麼吸引人的表演 奧運好像以前都覺得 有些那種田徑賽 相對來說 我是覺得比較無聊 我就比較喜歡看什麼冰上 什麼花冰 雪上芭蕾 水上芭蕾 我是體操類的 如果有個街舞的話 哇這個挺酷的 尤其如果說有台灣選手的話 就可以一起為他們加油 好非常謝謝今天呢 育委柏軍還有呢 凱米帶我們的現場來 謝謝囉 謝謝 拜拜 謝謝拜拜